- 健康2.0,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我們今天要來談的題目是- 欸,導播,停一下喔- 方雨,我們開始錄影了,你還在睡覺- 我沒有睡覺啊- 我昨天早就睡,你們不覺得我很有power,緊手很好嗎- 你看起來很累耶- 有嗎- 哪裡累,哪裡累, - 對,有嗎-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類似狀況- 是怎樣- 明明吃飽飽,睡好好,可是,欸,大家都說你看起來很累- 然後或者像方雨這樣子,好像眼皮有點蓋下來- 我跟你講凱雲姐,人家說呢,當了媽媽之後,責任會變重- 我真的深深有感覺責任變重- 眼皮都重了是不是- 眼皮都重了是不是- 眼皮都重了- 趕快,趕快,拿鏡子來看一下自己有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 欸,如果說眼皮變重啊- 大家常說你怎麼是沒有睡飽- 但你明明睡得很飽- 或者呢,你的眼皮就是沒有辦法- 完全張開- 這有點像什麼- 就是到- 加肥貓- 欸,甚至遮住你的視線囉- 或者你照了鏡子之後發現你的眼睛- 一大一小- 這個真的很不行- 小心啦- 這可能就是你眼皮下垂了- 如果只是一般老化的話- 還好- 但是我們最擔心有其他狀況 - 對,其實我們之前在健身- 遇到那個病人- 他真的很可惜,他才12歲哦- 他半夜來我們醫院的時候- 他左手左腳完全都不能動- 現在大家都有概念嘛- 一定就是中風嘛- 媽媽怎麼會單手單腳不能動- 他說他家- 那太太非常的緊張- 他說他先生平常健健康康了- 怎麼會突然間大中風-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是右邊一大片- 所以他說講話都講不到出來- 他後來復健了半年了- 現在手的力量只有回來三分而已- 只有一點點- 現在還是- 都還是要退這輪椅再走開走去- 所以他就問我們說- 為什麼這個都沒有前照啊- 他之前都完全不會不舒服嗎- 啊 - 或我們再仔細去問他- 其實他有不舒服耶- 哪裡不舒服- 他六個禮拜之前- 他有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左邊的眼睛就會下來一點點- 他眼睛有下垂過- 但是那時候他的太太- 因為他兩三天之後就恢復了- 他那時候也沒去看醫師- 他就每天這樣一直揉一揉- 他那時候還想說- 是不是他睡覺的姿勢不對有沒有- 壓到- 壓到麻掉- 所以他一直以為是這樣- 因為他一直揉一直揉- 揉了兩三天那個眼睛就回來了- 結果後來我們剛才跟他講說- 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小中風了- 天啊- 所以他是牽一個小中風- 後來就一個大中風- 如果他那個時候有警 - 警覺到這可能是小中風的徵兆- 開始好好地處理血壓的話- 也許他不會有這一次的大中風- 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而已- 所以變成大家連眼皮都要來觀察了- 沒有啦 那個叫做眼中風- 眼中風- 眼中風- 眼中風就是說- 忽然之間覺得單側的眼睛比較看不清楚- 或者是單側的眼皮掉下來- 那眼中風- 它基本上會慢慢地有一點恢復- 那因為眼睛的血管跟腦的血管是- 是同一個起源- 都從 - 頸動脈來的- 所以眼睛如果會中風- 腦中風的機會很大- 就非常高了- 所以兩眼無神- 下垂或大小眼不要輕忽- 因為他可能比你想像中的- 還要嚴重-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中風- 或眼中風之外- 糖尿病也會- 對 那這邊其實有一個患者- 大概是六幾歲的男生- 他平常其實都滿健康的- 唯獨血糖控制不太好- 那他糖化血色素- 其實都在十一點多- 那我們正常大概在六點五左右- 那他也是某一天早上覺得- 起來 - 欸 我眼睛有點重重 張不開來- 那我們當然是會建議說- 趕快去醫院做一下檢查吧- 結果他顯然發現了- 他出不准症大概就是因為- 血糖太高- 引起周邊眼睛的一些麻痺- 那再來其實- 眼睛周圍小血管也會開始阻塞- 那這樣造成他的眼睛開始下垂- 那特別是在動眼神經的部分- 他都覺得在那邊下垂之外- 其實- 眼睛轉動的時候也不太靈光- 也會請他趕快去做檢查- 然後做飲食跟餵教- 那其實過一段時間- 那糖化血色- 的時候 - 降到八左右的時候- 欸 其實他慢慢眼睛的力量- 就可以打開了- 對- 都沒想到耶- 糖尿病居然跟眼睛這個眼皮下有關- 對 他們有說- 像阿姨一直講的一樣- 因為管道眼睛這個增開的這個神經- 就是有兩個啦- 一個是動眼神經- 一個是我們的交感神經- 所以任何的東西只要影響到這兩個神經- 都有可能造成的眼檢會張不開啦- 像我們常常聽到的重症紀錄力- 大家常常聽到嘛- 對- 其實在二十三十歲就是女生最多- 五十到六十歲就是男生比較多- 他就是兩極化- 那在台灣發生率沒有這麼高啦- 那重症紀錄力- 就是我們運動神經元- 在放那個神經傳導物質的時候- 過去那個地方受到一些抗體的攻擊- 就變成你好像沒有什麼力量- 但是它會有一個特色- 如果你懷疑自己是重症紀錄力- 你就記得一件事情- 你早上起來會好一點- 可是你到下午晚上的時候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它不是整天都一樣的- 它是早上休息起來會好一點- 直去使用眼睛的時候- 會越用越沒力- 慢慢的漸漸的針不開- 這是重症紀錄力的特色- 那為什麼跟胸腺流有什麼關係- 這兩個看起來好可怕- 對- 胸腺流力- 癌症- 沒有沒有 胸腺流不一定是惡性的- 但是白酒可能會變得- 但是為什麼要把胸腺流特地擺在這邊- 因為胸腺流的人很奇怪- 他有30%胸腺流的病人會合併重症紀錄力- 所以胸腺流會造成眼點下垂- 也是因為紀錄力的關係- 另外一個肺癌就會比較可怕- 這個病人是我自己的一個病人- 他來找我做乳房超音波的時候- 是因為他是一個45歲的女性- 他說他右邊的腋下很痛- 那時候我就想說是不是淋巴結怎麼了- 所以我就幫他掃超音波- 就一掃一掃- 淋巴結完全乾淨- 可是我再幫他 - 他掃的時候我就發現他右邊的眼瞼有點下垂- 有點下垂- 我就說- 很明顯喔- 其實蠻明顯的- 大概就是一半- 大概就是一半了- 我就問他- 就是像我們剛剛這個大小眼這樣子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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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那時候我第一個就問他說- 我說你的眼睛是- 天生的嗎- 我以為是天生的- 我說你是本來就這樣- 還是沒睡吧- 因為很多人就是天生的- 大小眼就沒關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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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問他說你是天生的嗎- 他說沒有啊- 他說就最近這幾個月才發現- 這個自己就慢慢掉下來- 我就有點嚇到了- 我就想說- 我就開始摸他的臉- 就發現他 - 他這邊點好像也比較乾乾的一點點- 我就說- 對- 我就說- 那你去照個X光- 他還覺得很奇怪- 他說- 不是- 我是來看腋下頭- 你叫我去照什麼X光- 你不是幫我照什麼X光- 我沒事了嗎- 為什麼要照我胸部X光- 我說我有點怕- 我也沒有很確定- 我就讓他去照- 就一照- 這邊肺間部有個腫瘤- 頂上去- 頂上去- 其實他是一個肺癌- 結果後來開刀是第二期- 他運氣非常好-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有個特殊的名字- 叫Pangos tumor- 就是肺癌如果長在肺間- 會頂到腋下的那個膠感神經點- 就會影響到 動眼睛- 就是影響到眼睛- 眼睛會上不去- 我剛剛講嘛- 眼睛就是兩個神經- 動眼跟膠感- 膠感- 所以你膠感被打到- 這個動眼- 那個眼睛的眼睛也會下去- 同時一邊的臉可能會沒有- 會比較乾一點點- 因為可能會沒有汗- 我說他運氣有點好- 因為腋下疼痛- 被我們照到- 剛好- 剛好我在照超音波- 結果發現他眼睛下垂- 才叫他去照X光- 等於說這個肺癌- 他影響到的- 包括了- 從這個肺- 腋下這邊會痛- 但是其實也影響到他的動眼神經- 因為像一般的肺癌- 發現 都第三第四期嘛- 因為他如果沒有因為- 腋下疼痛- 跑來找我們- 又不是剛好給我看他眼睛下水的話- 他可能就等到第三題第四題咳嗽才來的- 對 所以有點運氣- 有一點好也有點不好- 那我想問- 如果說有的人就放著不理他- 到底會有什麼影響- 可能視野是不是會- 就是看得越來越看不到- 還是怎樣- 對 因為像如果是大人- 如果是大人的話- 你可能就是常常放的話- 有的人睫毛會稍微有點插進去- 睫毛到插- 對 另外就是視野可能會變小- 可是如果是小孩的話- 你小孩子就這樣子的話- 你沒有把他矯正回來的話- 你沒有把他矯正回來的話- 你可能就是常常放的話- 那個視力的發育- 就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等一下小孩也會有- 這是個問題嗎- 小孩是先天的- 小孩有的是先天的- 有的是先天的- 他眼睛就下水- 他視野就會變小嘛- 所以他視力的發育- 就會有點影響了- 好 我們這邊講的是重大疾病- 不過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 除了年紀越來越長之外- 可能會開始大小眼啦- 或者說眼皮睜不開- 有一些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的NG行為有關- 包括用3C嗎- 包括戴隱形眼鏡嗎- 或者跟你期居然有關係- 馬上回來 - 不知道你有沒有觀察過自己的- 面相有什麼不一樣- 來鏡子借我- 好 真的是- 有的時候就要- 稍微自己看一下啦- 或者是- 把以前的照片拿出來- 比對- 待會也會教大家- 比對的方式-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不知不覺當中- 可能- 我們其中有個眼皮- 就下垂- 或者兩個都下垂- 或者兩個都下垂- 或者是- 把以前的照片拿出來- 比對- 待會也會教大家- 比對的方式-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不知不覺當中- 可能- 我們其中有個眼皮- 就下垂- 或者兩個都下垂- 或者兩個都下垂- - 有可能最嚴重中風啦- 甚至糖尿病也會有影響- 另外跟腫瘤有關- 而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影響到我們哪裡- 怎麼會- 就這樣也沒慢慢蓋下來- 看這個就是我們眼睛的構造圖- 這後面這個就是我們的眼睛- 這個就是我們的眼瞼- 眼瞼- 眼瞼有一個很大的肌肉- 叫做提上眼瞼肌- 所以只要這個肌肉會沒力- 這個眼瞼就會- 沒辦法抬起來- 就會掉下去- 那通常我們常見的- 那個會掉下來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老化最多啦- 另外就是一些- 剛才我們講的- 那些疾病 只要影響到我們的那個膠感神經鏈- 或是影響到我們的動眼神經- 它都有可能會造成眼瞼會掉下來- 老化大概從幾歲開始會慢慢掉- 老化看人- 看人- 像彥寬老師天天在練功可能就會晚一點點- 像我最近覺得我眼睛漸漸的睜不開- 看你眨眼的刺處- 你看你一天眨眼多少次嘛- 你看你用多少次嘛- 眨眼越多次- 跟這個之間的關係是- 會有關係- 比如說像有的人他可能眼睛有些毛病常常常需要眨眼- 你眨了很久之後- 久了就是會疲乏- 久了就是會疲乏- 就比較可能- 就比較可能- 就 - 你可能就會比較- 對 你可能就會比較- 像有些眼睛比較乾的- 常常在眨眼- 像有些假康人常常在眨眼的時候- 他很久的時候他可能就有點- 就會有點疲乏- 好 來林醫師帶我們看一下這幾張圖-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大家都聽到說眼皮下垂嘛- 對- 那不是每一個眼皮下垂的- 我們都可以說你眼皮已經下垂了- 因為眼皮下垂它的定義是- 正常的人呢- 他眼睛張開的時候呢- 他的黑眼珠只可以遮住0.1公分 - 遮住0.1公分- 這是正常的- 對 而且如果不遮住反而不好看- 你會很兇就是漏白眼- 那所以說- 如果你的眼皮比0.1公分- 遮得更多- 那個才叫做眼皮下垂- OK 這個是很具體的標準- 對- 那像這樣子的- 先天的這個眼皮下垂- 這是一個小朋友吧- 對 他才四五歲左右- 那他的視力就很差- 就視力一直都是0.1公分- 遮住0.1公分- 這是正常的- 對 而且如果不遮住反而不好看- 你會很兇就是漏白眼- 那所以說- 如果你的眼皮比0.1公分- 遮得更多- 那個才叫做眼皮下垂- OK 這個是很具體的標準- - 0.6- 0.7- 那戴很重的眼鏡- 還沒有辦法- 哇 好辛苦喔- 所以眼科醫師就說- 盡快把它矯正- 那很好玩的就是- 我們把它矯正之後呢- 它的視力就- 就立刻的突飛猛進- 所以剛剛在問說- 眼皮如果下垂- 有什麼副作用- 就像江醫師講的- 就是你會變弱勢- 有一個小孩子- 他跟我說- 欸 林醫師我的眼皮- 好像前面有一個抹布蓋著- 喔 喔 - 看不清楚- 對 對 對- 那所以拿掉當然就會好- 那像這樣子的- 這個- 這個都是3C看太多- 3C喔- 才慢慢掉下來的- 那像這個是隱形眼鏡戴太久- 等一下上面那個大概幾歲啊- 看起來年紀都不大呀- 欸 上面那個人已經- 靠近60歲了- 下面那個人是- 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大概40歲- 哇 好 所以剛剛- 林醫師有提到了- 3C跟隱形眼鏡- 貼 - 天啊 我們先來看這兩個好了- 說推戴隱形眼鏡- 欸 這誰沒有過- 對啊 誰沒有啊- 哇 這太扯了- 因為我呢其實- 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戴隱形眼鏡- 因為以前18歲開始當模特了嘛- 我怎麼可能戴眼鏡去試鏡- 去拍廣告- 而且你還重度近視- 對 我700度的重度近視- 然後我就戴隱形眼鏡- 而且你知道我們戴隱形眼鏡呢- 都是那種戴睡覺的- 戴睡覺- 你又不拿下來啊- 懶得多- 欸 以前隱形眼鏡很貴欸- 就不是那種- 喔 - 是日趴喔- 對 日趴很貴- 所以我們就是戴那種- 然後你可能戴上去的時候- 你那個藥水那一系列都很貴- 所以就乾脆把它戴在眼鏡上面- 然後等到真的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破掉的時候才拿下來- 哇- 那你眼鏡其實- 很早以前就受傷了欸- 就受傷了- 然後後來我真的不曉得長時間- 我到現在其實- 還是戴隱形眼鏡- 而且你知道我們現在女藝人- 都要一個比一個- 都要拼長嘛- 我們都要戴那種- 瞳孔放大片啊- 或者是那種有顏色- 很像老外形眼鏡 - 你知道呢- 我現在包括戴這種呢- 現在已經知道說- 要好好保護眼睛- 我一天還是會超過八個小時- 你看從早上- 九點我出門到晚上- 可能八點才到家拿掉- 是不是超過八小時- 對啊- 所以這個長時間配戴- 會眼皮下車- 你就中了對不對- 我先問一下林醫師- 剛剛方雨提到說- 戴瞳孔放大片- 或者是有色的鏡片- 會加重嗎- 還是不管戴什麼- 其實都一樣- 欸 - 第一個就是說- 要看你本身是什麼體質- 如果你本身是- 就是角膜已經- 就是是三寶的話- 那你戴普通的隱形眼鏡- 也會有問題- 因為隱形眼鏡- 它基本上就是- 會讓我們角膜的透氧- 還有就是類膜的覆蓋- 比較不對- 那所以如果說- 本身是肝眼症的人- 他要戴保水的嘛- 對不對- 而且要戴完全正確的- 是- 我看很多人- 戴隱形眼鏡- 戴隱形眼鏡- 戴隱形眼鏡 - 比方說- 它一邊是325度- 一邊是275度- 它就買一個- 大約- 兩邊都讓它去戴300度- 中間值-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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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閃光本來是- 這邊100度- 這邊50度- 那因為- 閃光片比較貴- 他就- 就買沒有閃光- 那那種基本上- 就已經在傷害了- 那更何況- 你買一個- 放大瞳孔- 是- 或者是那種- 有顏色的- 有顏色的- 藍色綠色的- 對- 那那個- 因為它的- 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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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過後仰又更糟- 喔- 喔- 啊甚至- 它因為它又比較- 比一般很重的隱形眼鏡- 厚ė- 一點點- 嗯- 所以-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聽過- 那個隱形眼鏡- 塑形- 有有喔- 尤其是- 小朋友快要近視的時候- 小朋友- 小正眼鏡- 對- 可是你- 你沒有視- 你每天- 你沒天- 戴那個- 等於在替你的角麥塑形- 塑形- 那所以- 你隱形眼鏡- 啊一般來講- 像這個- 方宇她年輕的時候- 她戴14個鐘頭- 16個鐘頭- 就 хотел過- 然後- 妳後症- 只是- 塑形- T 甚至你戴着睡觉也还好嘛 所以就是看你的 你本身现在的状况 如果你本身现在的状况 已经那个脚末也干了 然后这个什么状况都不好了 你还要这样戴 那当然是不行 林医师就是说你老了 眼皮下垂会增加 杨医师你也戴你先进吗 但我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 还不要戴 因为我度数其实没有很深 300多 那其实我每次的使用习惯 我觉得还不错 大概不超过8小时 最多不会到12小时 那大概 其实我习惯大概出门的时候 我包包还会摆一副眼镜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就会拿下来换 对 那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也要特别注意的是 平常我们戴的时候 不要太用力 对 以前眼镜是不是就是 因为会把眼睛撑开 然后所以就眼皮撑久了 会松 那不然怎么办 我平常都是这样 小小的 有个角度用戴上去就好 那技术要很好 对 要练就对了 对 稍微熟悉一下就可以 所以你说你用的方法是在眼尾这边稍微拉一下 让它撑开一点 因为其实我看我朋友他们有时候就很像画内眼线一样 就整个都撑很大 对 那其实这样子用久 我觉得会有点松弛的感觉 对 所以都可以 其实就小小轻轻的用 然后上下这样撑一下 戴上去这样就可以了 像我自己是不敢 我没有戴眼睛眼镜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戴 因为我试过我在当面的时候曾经试过 我每次戴都要戴快两个小时 我再戴进去 所以后来我就放棄了 后来我就放棄了 但是绝对是像那个刚才那个杨艺师 杨艺师还有林先生讲的 眼睛真的不要戴太久了 戴太久你的内线就是没办法滋润到你的眼睛 对 长期下来之后 除了那个动作之外 另外就是因为你要那个 你每次戴眼镜的时候 你会撑得比较开 撑得比较开 撑得这个久了之后 你这个体验机就是会没力 那为什么过度使用3C有影响 就好像这样 我都这样看了 你能不能看 一直在用力 眼睛动大着 然后专注的看一幕 你就是一直用力 久了就是松直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像比方我现在在看这个 看这个摄影机 我们的眼睛 上帝制造我们的眼睛 是要看立体的东西 所以看立体的东西 这个眼睛的肌肉它比较舒服 可是3C的东西 它是一点一点黑点去形成的 对 那所以我们等于在看平面的点 那样子一个动作 对我们的眼睛 包括它的结状肌等等 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你如果让你的眼睛劳累 当然它就会早老早死早催 早死 好可怕 再来为什么过度减肥也有关系 过度减肥它这个 我们所谓过度减肥 它指的是短时间之内减10到20公斤 多短时间 一般指的是6个月 6个月之内减10到20公斤 那那个因为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体内有这个 深层脂肪跟浅层脂肪 那如果深层脂肪跟浅层脂肪 忽然之间不见了 整个眼睛就凹下去了 那眼睛本身也萎缩了 那就是没有这个 一个 这个是眼皮嘛 这个是眼球 它萎缩着 它就是抬不起来了 支撑力就比较差 没有支撑力 好 我们广告最后要继续来看 还有其他原因会造成下垂 不过比方 以更年期来说 它有一些食物可以帮忙吗 就让自己不会这么快的老坏 还有眼皮下垂 另外大家赶快把你们家的镜子 找出来吧 我们待会要来看一下自己 到底是不是有 这个眼皮下垂的一些相关征兆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健康2.0 你的镜子准备好了没 待会然后自己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眼皮下垂 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 因为它除了跟疾病有关 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多都有关 你3C使用太多 一直盯着一幕看 然后眼睛没有这个 有一点泪意出来 或者我们长时间 佩戴隐形眼镜 一样是整个不透气了 还有必须要戴隐形眼镜 跟拿隐形眼镜的时候 都要撑开眼皮 其实女生还有化眼线 对 然后眼妆眼皮 都会 然后甲睫毛撕掉 哎呦 真的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过度减肥等等 李医师这里还有甲状腺 然后眼皮过敏等等 甲状腺它就是蛮紧张的人 如果甲状腺抗劲的时候 因为身体会有抗体 所以那个眼球里面的节地组织 它因为抗体增生 我们都知道甲状腺会凸眼 那凸眼的人在这个眼睛是凸出去 可是眼皮来不及跟着出去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是眼皮下垂 那可是如果再过一会儿 那个甲状腺的这一个 甲状腺的这个步骤也去侵犯到眼皮 那么眼皮就会缩进去 所以就是眼球会凸出去 眼白会露出来 那个又是另外了 所以它是不同阶段就对了 对 那另外就是说 眼皮是我们身上这个皮肤最薄的地方 它这个眼皮的薄呢 它的厚度是我们这个手掌的皮的 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眼皮其实是非常容易过敏的 那么你注意看这个眼皮 除了容易过敏以外呢 还容易长一些像黄斑瘤啦 我们蔡总统之前也黄斑瘤去手术嘛 那所以眼皮这边很容易长东西 如果眼皮过敏 那么大家去揉它是不是 对这个体眼机来讲 它就太重了 所以它就会下垂 OK 这是物理性的原因啦 像有人眼瞼出血 或是一些卖力肿长在那边发炎 也会因为眼皮过重 就有点哼 所以如果我们眼睛过敏也容易咯 对 眼睛过敏的当下 当然你好了就不会啦 OK 好 再来包括失眠疲劳跟更年期 当然也会导致这一些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但为什么特别是更年期 更年期其实根据《皇帝内经》记载 那当然女生是以七岁为一个阶段 男生是八岁 那当然女生在七七四九岁的时候 就会步入我们所谓更年期的状态 男生大概是五十六岁 八七五十六 那这个其中的话 大概会有一些变化 大概是荷尔蒙减少 还有中医的肾气减低 那这个情况下 容易造成眼睛周围的骨头 骨头上面有脂肪 肌肉 还有一些胶原蛋白水分 慢慢流失 那其中一样就会减少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觉得比较老态 然后疲倦 那很残酷的是 更年期的时候可能同时进行 那么团结就一起开始慢慢流失 所以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些生活作题的改善 对啊 所以我要先来问彦宽老师了 刚刚你笑那么大声 你自有本钱笑 没有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人说 大家就一起开始 一起团结 团结开始啊 好 你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他快速流失 赶快叫我们做一些工法 这个三七是 五七三十五岁 然后呢 他这个《皇帝内经》就讲说是 这个阳 这个阳明脉开始摔 但是呢 到了四十二就接摔 就全部都干掉了 然后老化了 那我今天为了上的这个节目呢 我今天没有做 我每天要做的 它是一个贵妃提言术 贵妃提言术 这是杨贵妃教你的 历代的这个贵妃 你知道要保持最佳状态 不然皇上好不容易抽到牌 看到你 wassay 所以他必须把自己完美的准备在那边 那我们如果看电视这边 有很多的这个穴道图 那我就不多说 我现在只有把最精华 我该怎么做的 好 这个是在眼睛周边嘛 其实我们每次综艺也都教好多次了 那你今天教的手法 比较不一样 贵妃提言术 那我的这个 这是我每天早上都要做的 为什么要比中指 为什么要比中指 所以你看江医师我的内行 中医是这样子 外国人是这样子 不不不不 因为这个是星包巾 星包巾跟我们的整个循环有关 然后这边有一个穴道叫做四百 所以我从这里往这个金鸣的地方推过来 金鸣就是眼头嘛 所以一定要第三指哦 星包巾 然后我是 我不是用按的哦 我是直接就推 然后到城汽 就是我们习惯的这个眼袋的地方 然后到童子聊 就是眼角 然后呢 上面往上走 上面往上走 这个就是钻竹 然后走眉毛的上方 到太阳穴 好 现在重点来咯 整个手掌放在这边 因为侧面是那个胆筋 这个时候就把它往上 往上 提 别碰眼了 提 然后呢 过了耳朵后方落下来 哦 好 好 我现在再做一次 好 那你就记得眼睛下方 对 眼睛下方 往内侧推 推 然后往外侧 往外侧 然后你这个时候眼睛可以半开半合 放轻松就对了 这个手推过来 然后呢 从眉毛的 推到这里之后 接着呢 上眼皮 上眼皮 推回来 然后到眉毛的上方 然后到太阳穴 太阳穴 然后这个时候手掌按着 手掌按着 现在我们再多加一个 要一个吸气 吸 好 落下的时候 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呼气 就这样下来 舒服啊 好 往内推 一 二 三 四 吸气 五 六 呼气 好 这一次要请你把肩膀都放松 因为这个对于自律神经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就有一个紧跟放松 好 然后呢 我再做一次 肩膀放松 一 二 到眼角 然后上眼颜 眼皮 三 然后到眉毛的上方 四 好 然后手掌 整个往两侧 提 吸气 到耳朵的后方 呼气 呼 我一般每天早上 我会做 几次 七次 七次 我这样做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不一样 那很多人说 老师 我是不是等五十岁再来做 那我告诉你 到了地下室 啥都不用做了 哈哈 趁你还在楼 太晚了 太楼上的时候 楼上的时候 你赶快保养 真的 早上吗 你都是早上 为什么要早上 因为阳脉的气已经摔了 但是我们早上是阳气萌发 所以在练气功 有很多的功法 会强调在早上练 因为它的效果很好 那记得要用一点油 一般我会用一点点面霜 然后就我再做最后一次 大家跟着我做 好 往中间推 一 然后往外侧 二 眼皮 三 走眉毛的上方 走一个S 太阳穴 然后接着 整个手掌贴着 要吸气 吸 然后落下来 呼气 好 那现在再帮我 做一个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会有一个动作 是 一 二 三 四 通常我在这里会这样子 笑 尖笑 我会带着笑容 然后 整个脸就垮下去 哦 先紧绷 这也是一个笑紧绷 因为我 当我脸 当我这边很刻意的笑的时候 这个 整个气就向上体 然后瞬间 脸就放松 你现在再看一下我的脸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节目前 特别拍了一张 燕宽老师 所以我们现在来比对一下 到底有没有什么 啊 有耶 有耶 左边是before 右边有比较亮耶 对 那个眼皮 不一样吧 有有比较亮 可以哦 白燕老师晚上会翻你的牌了 哈哈 所以大家可以做个七次左右 你看我现在我快55岁 我脸上 对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动 太有说服力了 跟你一起会让这个眼皮下垂 可是燕宽老师刚刚这一招不错 杨艺是也有跟食物有关的 对 刚刚提到更年期常常会让我们 荷尔蒙减少 然后肾气减弱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可以补充一些食材 第一个三药 它有神仙之药的美名 那还有丰富的植物性荷尔蒙 可以有效缓解 因为荷尔蒙低下所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嗯 那其实还可以健脾胃 然后抗摔老的效果 那刚刚提到肾气 那以中医的角度来讲 其实黑色食物常常都可以入肾补肾 对 所以后续要提到像黑芝麻 黑豆 伤肾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肾气的恢复 那再来 浮小麦也是 它也是很有效可以改善 虚热上火的这个状况 它主要都是在 它跟小麦一样 其实都是浮在水面上 但是它是体型比较干憋的那种 嗯 那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情绪啊 然后改善一些不安的一些问题 OK 洋芋师的这五样 四样我都有吃 那个山药 有时候我是吃新鲜的山药 有时候是吃淮山 就是是干的 黑芝麻是固定要吃的 然后黑豆是吃的 伤肾应该是在 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的时间 一年应该就是吃一次 那黑芝麻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我今天如果有吃或者是炒菜 我那一天会多运动十分钟 其实因为它 它已经比较 它是比较高单位的 或者说比较上火 我会透过练功或者运动 就不容易长痘痘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福小爱卖没听过 其实到中药房 其实这都很多 我为什么特别 用马前总总的照片 这马前总总需要 如果先听到这些 然后开始练 贵妃体验术就好多了 就不用动这个刀了 在最近呢 大家看到马前总总 发现它有点不一样啊 一问果然 因为眼皮下垂的关系 也去动了这个整形手术 进到室内还是全程戴着墨镜 前总统马英九 被问到眼睛怎么了 反应很快 你是割双眼皮吗 拜托 你说我以前是单眼皮啊 不是 好谢谢 谢谢啊 有问必答 但的确不是割双眼皮 一美医师一眼就看出来 原来马英九是做了眼检下垂 和割眼带的手术 马英九办公室也证实如此 原因是马前总统 长期有眼检下垂的困扰 因为怕影响未来势力 一时建议他做手术 更建议眼带问题 一并处理 反正都要挨这刀 就一起解决吧 眼检加眼带 双眼一起处理 加起来市价大约8到10万元 而这类手术 恢复其就长 大约要半年以上 前总统马英九 从政多年 讲到政坛帅哥 还是常常被拿出来讨论 对比学生时期的马英九 虽然脸色没什么变 但当然还是有差 毕竟马前总统 下周就要满70岁了 眼不微调 也会让面容更有精神 其实马总统 是我的大学同学 马总统 我觉得他去把眼睛整理一下 我很赞成 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 我们还想要贡献社会 不想要让人家看起来老 可是马总统 为什么单边的眼睛会下垂 据我所知 他是不等视 各位从来没有看他戴眼镜 因为他也不必近视眼镜 也不必老花眼镜 他是特别的 他一只眼睛可以看远 一只看近 好厉害 可是这种状况 就会变成 有一只眼睛会特别的累 眼皮下垂跟视力 其实蛮有关系的 对 没错 所以要顾好自己的视力 我常常在这个门诊看到有病人 他要来给我打斑 就这边一块斑 很奇怪的斑 那我们因为例行性会检查病人的视力 结果有斑的那一边完全看不见 怎么会这样 我说你这个眼睛白内障了 他说没有 林医师你遮住我这边我才会看不见 你不要遮住我就都看得见 他有白内障但是不知道 我们单只眼睛视力不好 我们普通不知道 对因为我们用两眼 有这个带长的效果 会提醒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现在除了检查自己 有没有眼皮下垂以外 自己遮一只眼 遮一只眼 我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有一只特别的懵 或者是怎么样 赶快去找医生 好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说 赶快把你的镜子拿出来吧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是 大家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到底是无神还是下垂 找镜子来自我评估一下 下次跟我们说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观察 你看黑眼珠被你的上眼皮盖 到底有没有超过 你的直径的三分之一 那个林医师直接跟你说 但是有一般我们不会拿纸去量 你就看他盖住多少 像这个假飞猫盖了 大概五分之四了吧 对啊 我说那个黑眼珠 黑眼珠 我不晓得黑眼珠多少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盖了三分之二了 对 所以只要盖三分之一 就可能又有问题了 只要盖超过一个millimeter 就算有了 就是眼睫下垂 可是我们很难去量 对啊 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黑眼珠露出来多少 所以第一个看眼睛 方芸你有吗 你现在 我好像还好 你一开始是为了配合纹 所以贴了起来 但你现在看起来还好 OK 因为刚才有这个体验室 没有盖到三分之一上 再来 为什么说这跟抬头纹有关啊 因为你自己常常 眼睫下垂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 那个视野变小 你就会刻意 想要增大一点点嘛 那久了之后 其实抬头纹就会变得比较深啦 所以说你明明年纪还没到 抬头纹超深的 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其实眼睫 有一点点的下垂啦 你会代偿性的 一直想要把它撑开来 对啊 还有怎么会从双眼皮 变成三眼皮 或多眼皮 那个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讲的嘛 当你的胶原大门 开始流涩 整个就变皱掉了嘛 就变皱掉 就变得有点类似 可以眼浅在推卦 就变得有点皱皱的 脱水就变得皱皱的 本来单眼皮的人 就变得好像双眼皮 变成三眼皮了 就整个皱掉了啦 OK 以这个例子来看 其实就有这个状况 他好像 这边抬头纹变深 而且眉毛好像也不一样高 对 因为像我们常常讲说 你如果真的眼瞼下垂 你不去理他 眼皮下垂你不去理他 刚开始可能不严重嘛 一开始对你来讲 可能是眉毛 你看左边那个人的 左边的眉毛比右边高 因为他可能左边的眼皮 是有点下垂的 所以他会代偿性 他会想要张大一点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盖下来 视野会变小嘛 视力会不好嘛 所以人会自己让视力变好 就会高一点点 所以刚开始可能是左边那样子 可是你久了之后 他整个就会皱起来了 就会变成这样子 往上这样子皱起来 然后眉毛也变得不太一样 更久的时候就是 因为你长期这边 会用很多力嘛 有的人甚至会因为这边 肌膜有点发炎 会造成有点类似像偏头痛的样子 头痛啊 所以才说一开始可能是 眉毛无点高 后来抬头纹就出来了 再后来可能甚至会影响到头痛 所以他是眉毛高的这边 对 他是眉毛高的这边 你看哦 如果以他的这个黑眼珠来看的话 其实也盖了三分之一了 所以第一个看黑眼珠 然后再看你的眉毛 有没有一高一低 还有是不是有这个抬头纹上来之外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哎呦 怎么还跟抬高下巴有关呢 另外一件宽老师 应该还有一些好方法 可以教我们才对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 你到底有没有眼皮下垂 赶快拿镜子来照一下 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很简单 自我检测的方法 你的眼珠有没有被盖超过0.1公分 黑眼珠的0.1公分 抬头纹如果变身的话 就肯定是哦 再来呢 双眼皮变三眼皮 或者多眼皮等等 而且就算我们一开始方瑜说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的小短剧 方瑜演出来的是常常被问 啊你是没睡白的哦 你昨天很晚睡哦 你熬夜哦 对如果常被这样问的话 可能要注意哦 还有不自觉下巴抬高 这我们会跟眼皮下垂有关 正常啊 你看你眼睛下垂的时候 视野变这样 对 你是会想这样看人家 而且这样看的时候 有点类似往后倒啊 眼皮将会稍微大一点点 眼睛可以稍微张得大一点点 对啊 所以抬着下巴 你看着说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对对对 其实你不要怪人家 人家是眼睛眼皮下垂 这个原理就跟抬头纹变身 或者眉毛拉高是一样的 那不自觉的常常会揉眼睛 或者是容易觉得酸色流眼泪 这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拉扯到眼皮吗 这个那个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像眼睛一酸色的话 通常是眼睛本来就有一些毛病 当你眼睛有毛病的时候 你就很习惯把眼睛盖下来 对 所以要去温润他嘛 所以他说就是你眼睛本来有一些毛病的人 久了之后他就容易眼皮就常常盖下来了 了解 好 所以大家除了照镜子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赶快把你过去的照片找出来 对对对 要找出来比对一下 我们今天呢 没有很残忍的用这个我啊或姜医师 我的方法是防御跟杨医师的 照出来就太刺激你了 就怕你倒说太伤心 杨医师你那时候是大概多大 杨医师这张照片是李正赫吧 我爱的破价你怎么还没有很像 高中时期跟现在现在也还很年轻啊 林医师应该是没有吧 三十几岁 她很棒 我觉得她做中医师太可惜了 她应该往这个 演艺圈发展 那这方瑜 哇 方瑜那时候好漂亮 你说那时候做模特儿 对 做那个展场的showgirl主持人 大学的时候 对 大学的时候 眼睛真的很大的那时候 真的 你看下眼珠 现在还是眼睛蛮大的 但这样子有虽然眼皮下垂吗 她应该是有 我们从她这个眼尾看起来 眼尾已经垂下来了 蛤 我跟你讲是真的 因为我自己有很明显的感觉 因为我们当女艺人 就是要贴双眼皮啊 就是或者是假睫毛 撕来撕去 然后眼皮的那个妆 是一直画一直画 除此之外呢 其实呢 我在高中的时候呢 我罹患一个罕见的疾病 眼部的疾病 那个眼部疾病呢 它就是有点像是演艺病 突然之间我一只眼睛就看不见 就好像有一层膜 在我的眼睛上面 然后去做了抽血的检查 才知道原来那是遗传性的基因 就是家族都会有 它会衍生三种疾病 比如说僵持性脊椎炎 我弟就是僵持性脊椎炎 我呢 那个叫做红彩炎 然后红彩炎呢 你只要到现在 我只要免疫力下降 比较累 红彩炎就会复发 那个一复发治疗 不是说点个几天就好了 我可能需要最短两个礼拜 最多可能两个月的治疗期 所以眼睛常有问题的人 两个小时要点一次药 两个小时点一次药 所以你看我的眼皮是 多么一直撑一直撑 一直揉它 然后每次整个治疗期结束之后 我就发现我长得不一样 所以你也会特别注重啊 怎么样让它不掉下去 我好像变老了 我就变垂了 然后呢你知道 所以呢对我来讲啊 我觉得女艺人 包括我还有身边 很多女艺人朋友呢 其实我们呢 化妆品或是保养品 我们都可以不要有 如果到孤岛上面 你一定要带一个保养品 是什么 你去问每个女艺人 就是眼霜 就是眼霜 而且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想说呢 我才不要涂眼霜 那个会长肉牙 我才不要 我告诉你 你就是要找好的眼霜 再贵你钱都要给它花下去 因为眼睛的纹路 你长了一条就表示 里面可能有几十条在等着 你要不要说了 这么恐怖吗 然后我分享一下呢 女艺人 我身边女艺人 眼霜的这个涂的方法 就比如说呢 你就点嘛 然后通常是用按压的方式 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这样子 用点的不要去拉扯它 然后点 然后在这边纹路的地方 你要把它撑开 然后去垂直的打圆 把那个眼霜 打到你的鱼尾纹里面 有没有 用这样打圆的 让你这样子 让它吃润进去就对了 对 让它吃进去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呢 你如果家里有这种 牛角棒的时候呢 这一招也是有一个口诀 你就是可以用你的牛角棒来按摩 比如说我会用比较粗的 有两边嘛 又粗的这一头 看一下哦 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来 哇塞 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来 对 就是有人会这样子 有没有 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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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这样试试看 你就会发现呢 你的眼睛下垂的情况呢 及早保养 你会觉得好像有定住 我也会建议 大概是从内到外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顺手的 哦 对 从这样子慢慢的按压 当然要提醒的是 因为这边皮肤很薄 对 所以要用的时候 一定要涂一些眼霜 或是鼓液 对对对 那如果没有的话 大概我们就按压的方式也可以 就中压 然后往旁边 然后继续按 对 不要拉扯 对对对 尽量不要拉扯 因为有时候过度拉扯 过度的刺激反而会有一些吸纹产生 嗯 你还有个比较厉害的是眼膜啊 哦 是 那其实我们中医 在医美的部分 大概也会有一些 蛮不错的效果 眼膜今天大家提到的是 你可以用一些乳液 然后自己加一些像 薏仁粉 乳液加薏仁粉 那不是拿来吃的吗 跟珍珠粉 这也可以涂 那其实 珍珠粉 现在市价大概一千有五六百块 其实不便宜的 所以大概我们比例 大概可以抓到五比一左右 什么东西是五 薏仁粉五 然后珍珠粉一 那其实我们搭配乳液 大家自己调整的浓度 不要到太水 那其实有点浓稠度这样子 一样可以大概 敷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那到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最后用一个按摩 来做一个结尾 那顺便把这个地方 这样慢慢让它吸收 一样是出去了 不要再回来 对 不要回来 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有很多原因 都会造成眼皮下垂 像林医师 你自己有一个法宝 因为你是干眼症嘛 那你也觉得说 对于我们现代人 3C用太多了等等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也可以让眼睛这边舒缓一下 其实我是很厉害的肝眼症 那就是我的内液测试 内液测试它一般正常应该 一分钟是大于35 我的内液测试是五分钟还是零 这么严重 那我的脚膜就是不管时候 它都有很多个破洞 就是无数个破洞 所以都是很不舒服的 那我做了很多的治疗 包括把肋管塞住 把这个变肉牙的结膜拿掉 那把眼皮弄紧一点 反正做了很多 受了蛮多苦的 后来我是觉得说肝眼症 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那现在因为大家看3C的人很多 所以我发现肝眼的人好多 那我自己的心得就是 我因为肝眼症 我认识很多眼科的知识 那我最近我的肝眼症 因为我去这个亚东医院 他们有很好的设备 就是能够分类说 你是哪一种肝眼症 那我的肝眼症是欠水跟欠脂肪 现在有一种台湾自己制造的 这种眼罩 它就是 会有加热的 帮眼睛热敷的效果是不是 对 它就是把它放在45度的温度 然后它一次只能热敷10分钟 它就可以把那个脂肪溶解 那像我这种人 我就是因为那种脂肪 它变成一坨一坨 所以在那边磨我的眼睛 所以很痛 那如果每次弄了10分钟之后 那个脂肪就会溶解 一方面这个 泪液也比较不容易蒸发 因为泪液就变成有脂肪 一方面脂肪不要磨我就会舒服很多 我觉得我有了这个热敷的眼罩之后呢 我自己觉得我的肝眼症好非常的多 其实有很多眼科医师也建议大家 眼睛真的是晚上睡觉之前 要热敷 然后甚至像这样子的眼罩 因为大家看3C看太多 滑手机滑太久 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帮自己敷舒缓一下 对眼睛或者对眼皮下垂 可能都可以有一些帮助 就不要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请 雁宽老师来教大家 做好的养生动作 好所谓的提炎素 在中医他们认为 脸是反应五脏六幅 所以当我们脸垂下来也都是气不足 那我们要把这个气提上来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带大家呢 学一个很重要的提炎素 要让自己年轻漂亮 跟我们腰部这里有一个代脉 是非常重要 我在全世界是以教回春宫为主 回春宫就是调动这个代脉 好那么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做 做了就会有效 把脚靠过来 记得从左边 然后右脚画出去 转过来 再向左边 这个时候代脉的气就动起来 然后最后单脚站 哎呦单脚 这有点难耶 然后再退回来 这感觉也很像跳舞耶 对啊 二 好吸引流水哦 这样好像比较适合女孩子呢 然后三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这样子可以聚气 当我们的腿用力的时候 其实血压是会升高 所以这些滋养的气就会上来 然后再回到两脚站立 再从左边 一定要从左边吗 一定要从左边 一定要从左边 对因为这个是随着气路 在走的两步 然后先站好 那我现在示范 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 你可以首先摆好之后 脚稍微抬一下 如果你慢慢坐稳了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半蹲的动作 每一个人都是量力而为在做 好 现在看我的身体 我会从左边 一路绕到右边 所以我的腰整个动起来 这样子我们的带脉 这个气才会动起来 这个是我每天必练的 然后就落下来 那最后一个重点 如果你站不稳的人 首先下来 先单脚站立 等你功力够的时候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地 这个蹲下去 可是为什么最后 还必须要单脚站立 最后的单脚站立 是我们的腿三阳 三阴筋跟三阳筋 当我这样子一使力的时候 代脉转完了 气就会伸上来 所以这个脸部 就可以保持向上提 OK 好 再教大家一次 再做一次 大家跟着我 从左边开始 所以你看我的腰 转 然后向右边 记得是整个身体都要转 对 整个身体转 然后回到这里 手摆好 很简单喔 落下 然后你的脚 站稳 有前就要有后 这样子做 每次做三回合到七回合 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三回合到七回合 把我们自己的代卖 给调动起来就对了 对啊 好 就中医来说呢 我们眼皮会煞锤 其实还跟皮虚有关喔 因此呢 也可以健脾吃这些食物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夏天都是点姜是好的 另外白米啦 南瓜 红枣跟莲子 它都有健脾补气这样子的好处 就希望大家可以 眼睛拥有有神 然后身体跟这个全身 都非常健康非常好了 健康2.0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